这个女人的厨艺相当了得 让眼前的咸鱼都失去了梦想 连土指甲那都是出神入化 这天月光首领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会议 那就是颁布本月最佳员工奖 结果思思梅所在的熊队一期绝尘 断层式地拿到了业绩第一 尤其是上回暴打英雄战队队长的今天战绩 给思思梅加了不少分 还奖励给思思梅一个老大真人比例的娃娃 但这直接引起了魔兽公主的不满 要跟思思梅一决胜负 回头在员工食堂里 争强好胜的魔兽公主 依旧对最佳员工的奖项喋喋不休 而魔兽旁边的钢铁公主也有自己的烦恼 钢铁忽然跟魔兽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可魔兽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这一下引起了瓜王思思梅的兴趣 钢铁说自己暗恋着同社的月光里的一员想去表白 但是社内恋爱在月光是禁止的 魔兽表现出强烈的反对 但思思梅却是异常的兴奋 疯狂鼓励钢铁赶紧去告白 可钢铁觉得自己太普通了没有自信 害怕被拒绝 于是思思梅带着钢铁一块锻炼女人味 顺便把魔兽也带上了 可钢铁做啥都像个铁甲游 看书那是能秒睡 不论是做饭还是游泳 钢铁仿佛都是个废人 最后钢铁彻底失去了自信 思思梅就找到了不动吐露 自己想帮助钢铁的心愿 而不动说自己只喜欢原原本本的思思梅 不需要为她而改变什么 这一下就给思思梅带来了启发 立马就找到了钢铁 可钢铁已经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思思梅就按不动的启发来劝钢铁走出来 在思思梅和魔兽的努力下 钢铁成功摘下她伪装的面具卸下了防备 也展示出她真正的核心武器 决定立马就去表白 魔兽看到这里才发现原来自己 才是那个最悲伤的故事 不吐露 振られるバーカバーカ って告白の愛であいつかい んで付き合えるんかい いやいやルール違反だろ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 良かったな 光徹